那我们进来讲这个 先言观众体系的 它的先演义部分 这是理论哲学的先演义 实际上就是对于理智直观 它的一个现实过程的一个模仿 它模仿到就是第一纪元 第一纪元 第一纪元的第一纪元 它的物质 物质的演义 productive intuition 它现在生产性的直观 它给出第一个环节了 就是物质 物质的演义 全面进入物质 因为这个生产性的直观 它给出物质体 实际上 然后但是它就把它 统一物质体和 自身自体的行动 给它移忘掉了 给它移忘掉了 对这个表象给它移忘掉了 那么下面就要证明 下面就要证明 这个第三种行动 综合的这个物质体和 自身自体的这个 那个第三个行动的 它的第一种实现形式 就是 matter 就是物质 那么对于物质的演义 下面就要证明 为什么第一个环节是物质 那两种活动性 它在产物当中 在他们产物 这个产物就表现了 维持一种equilibrium 维持一种军事 它只能表现为是将死静态的活动性 也就是说 显现为力 forces 那么 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力的一个定义 力就是处在军事当中的 两个形成稳态的军事的活动性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活动性叫做力 forces 强迫力 forces有强制的意思 那么这些力的第一种力呢 就会是自然的啊 will be by nature positive 不是自然的 就是说它的天性 它是一种实证的啊 肯定性的设定性的一种力 第一种力是设定性的 我们要在它那个产物当中都要分 这前面那个讲的那个任务 你们还记得吧 你好好用心学的人就记得啊 就是说要在那个 产物当中找到两种活动性的痕迹 把它分出来 两种活动 那么一种活动性是绝对的设定性 另外一种活动性是绝对的否定性啊 那么第一种活动性 也就是第一种力呢 处在一个固定的静态的啊 状态的一个活动性 因为他们两个形成军事嘛 所以这两种活动性 现在都变成两种力了 那么第一种力 它是按其本性来说 它是肯定性的力 设定性的力 所以呢 如果啊 unrestricted by any posing force 如果它不被任何的对立 和它对立的啊 和它相敌对的对立的力 所限制的话 它就会啊 扩展到无限 这种力 第一种力会扩展到无限 那么在 物质拥有这么一种无限的扩张力呢 它只能被给予一个 先验的一个证明 我们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没有限制力的话 物质就会像 像个太阳光线 无限往外面射出去 它会有一个无限的扩张力 真的是举个举个例子 并不是说什么太阳射 就是说物质 如果没有那个否定性的力 给它压缩的话 物质啊 就会充盈整个存在啊 存在的领域 充满整个存在领域 拉满 它会有一个无限的扩张力啊 但是我没证明 它有这种无限的扩张力 我只能对它进行一个先验的证明 as surely as the first of the two activities from which the product is constructed tends by its nature to strive into the infinite 就是说这两种活动性的第一种 我们非常确定的就是说啊 从这 从这些活动性当中 构造出来的这个 呃 物 物是从这两种活动性当中 构造出来的 而它这两种活动性当中 第一种 它一定会 由于这就是把废话重复变 出于其本性啊 它一定会啊 stand to 倾向于去啊 努力去变成一种无限 stripe into the infinity stripe就是努力 努力进入到无限当中去啊 努力变成无限了 这里intu可以化身为无限 socially 它是如此确定 master the first fact of the product be also an infinite expensive for 我们非常可以确定这一点啊 两种活动性的第一种 第一种活动性就是那个 real activity 那个现实的活动性 啊 它可以跑到无限里面去 啊 它有一种无限的一种啊 一种就是 就发展的那种力量啊 相当于年根也要做小兵不满足 做什么将军不满足 还要做大帅 最后还要做什么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越做越大吧 不停的设立界限 跨越界限 设立界限 跨越界限 设立界限 跨越界限 啊 这个力 这如此的确定啊 所以啊 这个产物物质这个产物当中的 它的第一个要素 也就是说第一种这种力 将同样会是一种 无限的一种扩张性的力 那么 left to itself left to itself this latter force which is concentrated in the product would now expand as infinitum 吗 left to itself left to itself 集中在这个产物当中将会 left to itself this latter force 后 latter force 就这里的 latter 不是指那个 就是指前面 前面所讨论的 left to itself 如果只让这种力存在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如果只让这种力存在 只有这前面所说的这第一种力存在的话 它是集中在这个 它被凝缩在 concentrated 或者它被集中在 被约束在 被它这种力呢 它是被约束在这个产物当中的 concentrated in the product 或者说它在这个产物当中 被另外一种力所约束的 但如果它left to itself 如果它啊 仅仅只剩它自己 left to就是 be left to 这里是用一个被动 就是过去分词 分词状态来做一个修饰词 就是given the prose position 类似的嘛 left to itself 这里是个分词状态 就是说 if it itself is if it is left to itself 就是省略的 这个这这句话 就是可以把它变成补足啊 if it is left to itself 或者说 if something leave it to itself be left to some to itself 就是被留下 left就是live live就是留下 哎呀 因为很多人英文很差的 我轮不到 我来教你英语吧 是不是 be left就给 给就给他自己 就给他自己 这里不是什么出发的意思 这里是个被动 这里不是 这里不是出发 出发到自身 他现在就是只 如果只有这个 只有这第一种例的话啊 那么这个例子 它实际上 它是啊 集中在这个 这个产物当中的 就是生产性的直观的产物 就是物质 或者说那种表象 第一种物质体的表象吧 它将会 如果只有这种例的话 它将会扩展到无限啊 it is actually retaining finet product is explicable only through opposing negative 但是呢 事实上啊 这个就有这么一个情况 z开头的句子 就代表一个情况 用一个情况 当做一个主语从句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语法现象 z点点点点点 这是个主语从句 它是作为一个主语 它整个这个从句是一个主语 所以它用加个z 它要加一个z 代表一个就是 从句的标识词 或者取消句子独立性 把这个后面的这整个句子啊 给它收摄成为一个主语 这些英文语法现象 我希望在座的小孩子 初中生高中生 你英语没有掌握的 你去学英语 你不需要 你不要过来学哲学 你就从这个直播间里面退出去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直播间现在有204个人 如果你的这个 对于这个语法的把握能力 没有的话 你就去学英语 呃 我希望你们在尽早退场 我要说这么一句话 因为我后面不会照顾这些 看不懂英文句子的人啊 我不会照顾你们了 然后你在我这里 就是纯粹就浪费时间了 啊 纯粹就是浪费时间 你的人生 在目前当前这个时间段 还不值得 还不配掌握比较复杂的哲学思想 你可能 现在你的首要任务 应该去掌握基本的学习阅读能力 基本的就是 呃 就是基本的一些基本素养 基本的一些基本素养 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就像一个人到少林寺他先要学砍柴挑水把体力啊把耐力啊给培养起来那你应该回到校园里面去把你的这个什么语文数学英语啊逻辑还有基本你的这个历史的一些基本要素情报你把这些东西都掌握起来啊那我这里相当于说是达摩院了你没有资格进来 虽然在网络时代呢这东西就是都向你们敞开的但是你 就很可怜啊你也看不看不懂然后 我接下来我就不会再去照顾这些比较笨的人了这些比较无能的落落小的人了我没有这个义务照顾他 然后这也拖慢我自己的节奏啊 所以说呃但是这么一种利呢就前一种利的前一种利他事实上又是啊被return的啊被持留在 一个有限的啊被约束在这个return就可以翻译成约束 这实际上是保留持留的意思但这里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 约束啊他是保持在这么一个有限的产物当中 那么这个东西呢可以解释一个无限的扩张的力却在就是却在一个有限的一个产物当中被 禁锢住了那怎么解释呢只能解释啊通过一个 对立的否定性的一个restraining啊一个restraining的限定性的约束性的一个力啊这个restraining这个force就是前面讲的那个无限回反的那个绝对的否定性的那个力 which must likewise那这个力是在哪里在物质体里面的 但是规律的力他是来自于自身的是自身意识设定的啊不要笨我们说的物质体在谢灵这里只是一个 物质体在谢灵这里只是个什么 只是一个浪迹人间的私生子一个杂种被忘掉了而已啊 物质体在谢灵这边没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啊 但是它是一个环节它是个重要的环节which must likewise display itself as a counterpart in the common product to the limiting activity itself 那么这种否定性的力呢限定性的力呢这种这里的限定是restraining啊约束性的这种力 他必须同样的显示他自身作为啊一个对立面 counterpart counterpart不是对立面的意思是 counterpart 反作用的那一部分啊相当于对他施加反作用那一部分 counterpart 在那个这两种力的共同的产物之中他作为一个counterpart 所以那个那个无限的往外扩展力的counterpart 他要显现出他自身啊to the limiting activity of the self 他是和那个limiting activity和这个自身的那种设限定啊limiting就是设设置限定 就是positing the limit limiting就等于who is positing the limit who posits the limit 所以设定那个设定性的活动性限定性的活动性限定性的活动性啊自身它是一个限定性的活动性这里的活动性就是前面的活动性啊要扩展到无限的那个现实的活动性 它叫做limiting activity 因此呢如果这个自身呢可以在当前的这个阶段啊反思他自己的这么一个构造reflect upon its construction 如果可以的话啊他将会发现啊他的构造是一个由两种力构成的一个一个一个组合体啊 有两种力组成的一个东西啊maintaining这两种力呢维持着一个军事of which one on its own would produce infinitely large 对于这么一个军事呢或者说对于这么一个这里的位置应该还是指前面的那个前面的这个就是作为他的那个冰雨的to be 啊反正作为这个就是of which就是说对于这么一个组合体呢啊对于这么一个东西呢或是说对于他的这么一个构造物呢one on its own 一个力就凭他本身就会产生无限大啊而另外一个力 while the other in its unrestricted form will reduce the product product to the infinite small 另外一个力量则会啊如果在他不受限制那种形式之下将会把它变成无限小啊变成无限小所以物质具有空间性的大小啊这里不是空间性大小啊这里是他的一个设定他一个存在论上的强度就谢灵在这里用的这个large和这个small啊不是一个占据空间大小的意义而是他的一个占据一个外在性的可被序 据述的那个实在性的强弱 这不是空间大小空间性在这里还没有呢空间性还是后面的啊不要你学哲学的人请把你这个庸俗愚蠢下见的卑劣的那个啊朴素的实证啊或者说朴素的物理主义实证的那个空间时间观全都塞到毛壳里面拉袍石冲下去啊否则你学不到什么东西了在这里这里的这个 这里的无限啊这里的无限它更多的只是这个无限大都是个比喻啊并不是空间大小啊好一本他是他的作为一个被自身设定出来的外部的所谓外部就是被他遗忘的啊和他对立了反过来对他具有设定性的看上去反过来他觉得他能够设定我的一个外部力量那么这个外部力量所谓的无限大呢 只是指他的那种占据外部场域的那个势头那种劲啊那种劲道或者那种就是就相当于说是雍正感觉年根瑶做大了他不是平不是察觉这个年根瑶他妈的站的地盘有多大而是觉得这个年根瑶怎么胆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肥了年根瑶怎么野心越来越膨胀 那种那种嚣张的气焰啊越来越大了那种感觉那嚣张气焰完全没有了就是无限小无限小啊这个有大小啊不要把它把握成空间性的大小我说了你把那些东西冲到马桶里面去拉跑屎把它冲掉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你你的思维不能得到不够精纯但是呢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啊在生产性的直观这个阶段这个自身呢还不是反 反思性的It's not reflective还不是反思性Tenow we have had regardonly to the oppositenatures of the two activities直到现在呢我们只是啊考虑了只是考虑了只关于什么关于这么一个这两个活动性这两个相关于对应于这个活动性两种立的他们一种对立的天性我们只考虑他们对立的那个天性了这个我不想不想翻译成本质但是呢 关于他们的对立的天性他们的对立啊他们的那种对立的方向也是来自于他们那个对立的天性的我们可以因此呢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两个例呢它是如何被区分出来的啊甚至在他们仅仅是在方向上它怎么被区分出来的为什么一个让它变大一个变小啊这个这个大小可以说它的存在论的效力啊存在论的力量就存在论上的独立性啊 这个大小指的是它能不能具有某种在存在论上具有独立性的一个存在论单元指的是这个这个这个能力这个大小啊它的独立性独立性大小可以说或者说它的那个它的那个独立性就是它后面那个眼这个infinity large就是说它这个infinity large就相当于就是说让你lost in it infinitely有那种感觉但谢灵这里就是这个 这个体系不精致就就在于此他对于这个large and small什么infinity finitude他妈的他都in这个equilibrium他都没有对他进行先演员他直接拿来用的啊这个就年轻人他头脑就是嚣张跋扈的小孩儿就是这种状态那么we can do for 这个说那么a problem that will lead us to a closer determinationof the product这么一个问题呢将把我们啊对于这么一个问题的 那么一个产物啊影像对于这个产物的一个更近的一个规定啊弄清楚到底这个产物所谓这个matter到底是什么and will open the road to a new inquiry并且啊让我们打开了一条通路抵达一个新的探索新的一个研究what is undotted a query啊query这个念怎么念qu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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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就是然后因为呢这是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性的啊非常大重要性的啊非常大重要性的一个研究或者一个探索一个问题那么to ask啊什么很重要很具有这个非常大的重要性就是问这些例呢是如何能够how forces that are thought of as operating from one and the same point啊can act in opposite the opposition directions 就是例呢为什么能够被思考成能够被把握成被想象成它是能够啊从一个点上面啊起作用的啊从一个同一个点上施加作用但是呢却能够在不同的方向上啊却能够以不同的方向来施加作用力为什么能够产生不同的方向性它对于同一点为什么能产生不同的方向性其实这里又有方向性的起源谢灵的体系粗糙啊这个directions 他没有没有精确的演绩的后面空间性的抽象场域符号学空间的空间性不是空间的空间性不是空间性的空间性而是符号学里面空间性一种符号学里面的脱谱性的那种空间性他没有把握到他是就先用了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不爽啊就是你会觉得我们会觉得不爽因为他这个不是很精确 the first of the two activities assumed to be headed the origin noted towards the opposite effect 这两种活动性的第一种呢它被假定成啊被承认为或者设定假定成要怎么样要原初的是会指向那个设定性的无限但是呢在无限当中是没有方向可言的因为方向是规定性啊而规定性就等于否定规定性等于negation啊所谓的 规定性就是设限啊任何的规定性都是设限制都是对于设定性的一个否定啊但是它是一个无限的设定性啊那设定性的无限所以它是所有方向都有啊没有一个就有优先性那么这种设定性的活动性将因此呢将不得不去在产物当中显现为作为一个活动性它是内柄的缺乏方向性quite lacking in direction 设定性的活动性在它的产物当中就会内柄的固有的是一种缺乏方向性的一个活动性并且呢出于这么一个原因就恰恰出于这么原因它是指向所有的方向的所以五指当中有一种设定性的活动性它没有方向性可言的那种设定性的活动性啊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这这个红色可以向我显现也可以向他显现可以向所有人显现任何一个人跑过来都能看到它它没有方向性那么这种公允的平等的主体坚信认识论的发认识的发生可能性就对不同的主体都可以发生这种你就说它是一种设定性的活动性的一个体现那么这必须被我们必须注意啊再一次注意啊就说啊 但是啊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什么 that's the omni-directional 这个全向性的活动性 omni-directional就是所有方向上都具备的这个活动性 is in fact 这事实上只是它本身可以被区分出来 就是可以from the standpoint of reflection啊 就是和反思性的立场 从从一个反思性的立场当中才可以区分出它是一种全向性的活动性 你要把握一个东西它是全向的 你没有你要专门刻意的去注意它才发现它是全向 也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有方向的东西和这有方向的活动性和这么一个活动性做对比发现这个是有方向它是没方向的 也就是要通过这种反思对比的方式才能把它区分出来 for in 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 activity is nowhere distinguished from its direction 因为在生产的环节过程当中啊那一瞬间啊 这个活动性是没有地方可以啊 从它的方向那种区分出来的 因为它没方向的你并没有察觉到一个特殊的比较一个怪怪的东西 因为它根本没有方向了 and how the cell makes this distinction on its own account will be the topic of special of a special inquiry 那么这个自身它如何能够啊在他自己的on its own account 出于他自己的原因来做出这种区分将会是一个特别的研究的一个论题啊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要专门去研究为什么啊 为什么自身能够去发现它的这么一个产物当中 它的生产性直观的产物当中会有一种无方向的或者说全向的一种活动性 它必须要通过一个方向才能把它区分出来 要通过一个有向的活动性才能把一个全向的活动性发生出来啊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专门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就产生出来就是关于啊 to what direction distinguishes the activity in the product that is opposed to the positive 就是在什么方向啊 就相对于一个什么方向 我们区分出来了那个啊 distinguish the activity in the product as2就关于what direction s2不是这里tube是更后面的啊 这里是s2本身就是关于about 相当于about s2就是about的意思 就是什么方向区分出来的那个产物当中的那个活动性 这个活动性呢 它是和这个那个积极的全向的无方向的活动性向对立的啊 就是那个否定活动性啊 否定性的活动性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啊 它能够让这个否定性的活动性和那个全向的设定性的活动性 积极的肯定的活动性向对立起来 那么我们应当啊 我们可以提前期盼的 我们可以提前预料到的 what we should expect in advance 就是我们这里的should应该是翻译成能够啊 我们会啊 我们会提前预料到啊 namely that 即namely就是说名义上就是也就是 也就是namely相当于也就是 如果这个设定性的活动性呢 它拥抱了 它包含了所有的方向 那么另外一种活动性只会拥有一种方向啊 这是可以被严格的证明的啊 就可以被严格的证明的 can be rigorously proved 可以提前看的 就可以严格证明 因为这边 这个东西在也是全向的 另外东西肯定是有个它的片面的方向啊 它在这个方向上做对立的 the concept of expansiveness is contained in that direction 啊 扩张性的这个概念 它是在包含在这个方向的这个概念当中的 没有扩张就没有方向 所以方向一定要包含扩张 所以那个全向的活动性啊 全向的活动性怎么样 你可以看成是 它是所有方向性都要用都要靠扩张性来设定的 因为说你用方向性就有一种 就是推出去的那个力嘛 推出去的 但是推出去这个力本身没有方向可言 所以说它是全向 它是无方向可言的啊 那有方向的东西一定要以 无方向的作为前提 或者方向性的概念一定要有扩张性的概念作为前提 expansiveness 这个扩张性expansiveness 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空内外的 就是你当然可以说内外的方向性的差别是原初方向性 那其他所有的方向性都依赖这个原初方向性当中的这个外部性往外扩张的向外性 因为没有向外性就没有方向性 而你们我们所说的向内性 向内性这个东西是回溯性的被构造的 一开始只有向外性 一开始只有这个就是设定新的东西 设定那个东西把它做外部性来设定出来 大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内外方向性 它不是平等的 向外的方向性是优先于回来那个的 因为回来那个东西是靠它 它只是对于那个向外的方向性的一个否定 那么这样所有的方向性都依赖于向外的方向性 那么这个是得到严格认明的 这是很好理解的 这很好理解的 这是在概念发生学上 It's easy to understand 没有扩张性就没有方向 那么现在由于呢 这个否定性的这个例呢 是绝对的对立于这个扩张性的例子 所以它必须因此呢 它必须显现成作为一个 一个例 它是施加在 敌对的施加在所有的方向上面 Force operating against all directions 就是施加在所有的例上面 它是那是一个抵对的 against的嘛 反对的一种方式 施加在所有的方向上面 就是你要往这边跑 我偏要让你回来 那么which if unrestricted would constitute an absolute negation 如果如果这种回来的收回的这个例子 contracting的 contract啊 如果这么一个收缩的这种例呢 它能够是无限的话 它不受限制的话 那它就会建构起一个绝对的 对于所有方向性产物的 产物当中所有方向性的一个否定 但是呢 对于所有方向的这种否定呢 它是一个绝对的边界 the negation of all directions is absolute boundary the mere point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绝对的界限 就是一个点 收到最终 它对所有方向都否定 就没有方向可言 那它就是个绝对的边界 一个绝对边界 这不是什么左右边界 内外 它没有什么 它就是一个点 它只是一个点 只是一个点 就是一个 它所有 整个涌动的扩张性力量 都没有办法实现它自己 那它就是一个 对于所有方向上的 扩张性力量的一个否定 那它就是点嘛 你就不能出这个点 就是一个 没有内进的圆 它当然是个绝对边界了 absolute boundary 它没有内进 因为它已经对于所有方向 加以否定了 所以它是一个 一个点啊 the mere point so this activity 会显示 as one that endeavors to bring back all expansion to a mere point 所以这种活动性 将会显现成 这么一种活动性 它致力于 去把所有的扩张都弄回来 把它变成一个点 把这样扩张 全都要缩回来 变成一个点 这种否定性 this point 这个点将会 indicates its direction 这个indicates 这个词可以翻译成 暗示者是吧 表明指出预示者 引 这里应该翻译成 不管了 我们看 and hence it will have but one direction 这个点将会 隐含着它自己的方向 它是这么个意思 这么一个收藏回来的点 将隐含着它的方向 will indicate its direction 隐含着它的一个方向 就这个点 就从这个点出发 我们才会有方向单一性 enhanced 并且因此呢 它将会 it will have but one direction direction 它只会拥有 一个方向 这个点 应该是这个意思 这个点就是一个方向 就是你明白了吗 就是它 这个点本身有一个方向 就是到这个点本身 一个扩张 就是方向 direction 是从哪里出来的 它是从方向的 自我否定里面出来的 谢灵的这个 这个模型 就非常的赖皮 实际上 它告诉你方向性 是什么产生的 方向性就是对于 就是一个全向性的否定 全向性就是扩张 往外面扩张 好吧 扩张要把它否定回来 回到这一个点 回到这个点 那么既然都是回到这一个点 目标是指向这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本身 就代表了一个 唯一的一个方向 它就代表一种 唯一的一个方向性 它就是唯一的方向 就是向这个点 它让这个方向 具有一个 具有一个唯一性 那么说 四面八方的 回到这个点 那是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 但是它已经缩到这个点了 那么就是这个点 到它自身 点到它自身 你可以 你可以把它 甚至可以把它设想成 就是往里面缩 我操 透纸背 透过这个纸背 然后往里面缩 你就想象成 就是说 这个点 只往外面扩张了一点点 这个点啊 往外面扩张了一点点 它这个内径无限小 那 那这个无限小的 所有的内径上的 所有的点 你说有无数个点 要回缩到这一个点 由于它们无限小 所以它们的差异 也是无限小 所以就是可以看成是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一个方向性 这样被倒逼出来的 这里有极限思维 实际上是赖皮啊 实际上是他妈赖皮 我们当时知道肯定 他妈有差异的 这是个圆啊 他妈外面是个圆 哪怕你这个说 这个内径无限小 也是个圆 那么圆 它总归是一个连续的差异啊 但是谢霖 他妈的 它们差异无限小 它是一个点 它就是一个方向 Towards this point 它就indicate its direction and hence it will have but one direction towards this point 就只有一个点 Picture the expansion Falls expressive 那么我们就可以 我们可以想象啊 或者说描绘出 这么一个扩张性的力量 把它看成什么 operating out from the common midpoint C in all directions 它是从这么一个公共点 C 向所有点里面 出发这个C点 中间这个点是C点 C点 center 要跑跑向所有的点 这个就是我刚讲的东西的 就是谢霖 他非要把他这个东西画出来 垃圾软件你妈逼什么的快点 我操够东西 浪费老子寿命 你们应该对这种东西保持愤怒 是愚蠢的这个世界 有时候你会觉得 这是愚蠢的世界 中间这个点是C点 你说它这个扩张性的力量 它是A 这个A 这个B 好吧 等等等等 还有可以是D 可以是E F 扩张性的 then in contrast 那么反过来呢 然后呢是反过来就会有一个否定性的收缩性的力量 将会push back from all directions towards the one point 将会 回来 都回到这个点C 都回到这个点C 你看都交汇到这个一个点C了 but here too it remains true of this direction what we recall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of the positive force 但是在这里啊 同样的 还继续是正确的 就是说这么一个方向 what we recall 关于这么一个设计性的方向 it remains true of this what we recall recold 它是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positive force 它还是关于那个 就是 它还是 我们前面所想到的这么一个方向啊 啊 它是 here to it 它是关于那个 就是设定性的那个力量的那个方向 concerning record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 就是在这里 it remains true 它的意思就是说 it remains true of this direction what we recall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of the positive force 这也是英文翻译的 真他妈拉吉 我你妈拉把子的 这是英文翻译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 我们还要预设 在这里 it remains true true of this direction what we recall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s of the positive force recold就是想起了我们在这里换起的 他用的这个词就翻起来很挫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我们前面提到的 我们记起想起提到的啊 这么一个方向 关于这个设定性的活动性的 它的那些方向啊 你看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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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好多个方向 那么关于这些的方向 会有一个方向 它要回都会回到这个C的这么一个方向 都回到C的这么一个方向 那么对于这个方向 it remains true of 它还是一个现实的方向 是吧 它是现实的 it remains true of 就怎么这 这句狗屁话是什么屌意思吗 它没有多少意思的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方向 它还是个真的方向 it remains true but here too it remains true of this direction what we recall 应该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时候的这个方向 它还是依赖于 那个设定性的 力的方向 就是这个回来的方向 现在它还是附庸于 依赖于这个方向的 那么这个方向 还不是个独立性的方向 对不对 here too activity and directions are absolute one absolute one 在这里的活动性和方向 它就是绝对的 就是一个同一个 absolutely one the self itself does not distinguish them 这个自身在这个时候 还没有区分他们 还没有能力区分 把活动性和方向 给它区分出来 好自身没有区分出来 它还只能说 通过活动性来把握 通过方向来把握 这种活动性 通过这种收缩 来把握这种活动性 大家觉得就是说 无非就是 我现实的活动 要出去变成某个东西 比如这里要变成声 这里要变成光 这里要变成电 这里要变成磁 我出去要变成某个东西 然后有这个回来的量 不让你回来 所以它这个时候是没办法区分这种方向 我要出去演化 它不让它演化 消极的啊 否定性的活动性 不让我出去演化 那无非它就是组织的这种 这种方向 或者这种自我收缩的这种运动的方向而已 但是正如这个积极的 或否定的活动性的方向 它是不能够从这个活动性本身当中区分出来的 因为你其实分不出来 you count 你没法分出来 你没法分出来啊 哦 它这里意思就是说 activity and direction of absolute one 它这里 它这里的就是还是 我说错了啊 在这里 它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activity and direction of absolute one 因为direction 这里的activity activity就等于那个 ex-omni-directional-expensive-force 而这个direction啊 direction就等于那个 one-directed 就相当于one-sided的 one-sided就回到自身 one-directed attractive force 我已经写出来 你听不懂 就鼓得败了啊 就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positive accertivity 它专指positive activity 这个direction就专指 negative activity 好了吧 它专指否定性的 所以这两个东西的对立 实际上活动性和方向的对立 就是全向的扩张性的力和单向的收缩性的力的对立 这个时候还没法办区分他们 为什么没法区分他们呢 因为这个时候 他是 他是 这个 这个回来的力还依赖于出去的力 全向出去 全向回来 不是有一个什么 四面八方来四面八方打吗 就是那个有个禅宗的那个公案里面的 什么东边来东边打西面来西面打什么 什么四面八方来四面八方打 什么什么来什么廉价打是吧 有一个有一个公案啊 差不多这个意思 啊 这个时候他们还是彼此 就是你要有出去的力才有回来的力嘛 有出去的扩张性的运动才有回来的 所以他叫做 那个方向啊 remesture of the direction 这个方向 他还是啊 concern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opposite 他仅仅是关于那个 积极的扩张性的力的那么多方向啊 那么多全向的啊 关于他的全向的依附性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方向 还没法区分出来 他是如影随形的 依附于那个全向的往外收缩 那么一堆方向的一个 自己尝试着要把自己设立为一个单向的 那发现这个单向又没有办法设立 就是我之前说的 没有办法设立 因为他这个还没有办法 把自己设立成一个唯一的方向 其实在这里勉强说 他是一个唯一的方向 都是他妈错的 因为所以他这里不加贯词啊 所以他这里前面direction前面没有加贯词 因为他把它看成是一个概念啊 这里direction把它看成一个概念 摄像性定向性意向性 定向的意向性 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东西 这里activity可以就是扩张的意向性 扩张的意向性尝试着 扩张的意向性是无向可言的 没有方向性可言的 这个是一个摄像意向性 但这个摄像的意向性 现在只有个原初的一个方向 就是回到自身 这很好理解吗 因为刚刚图已经都给他画出来的 你不理解 你就不适合在这个课堂 继续带下去 你适合先去好好看看 看点现场学入门呢 或者看一看 看点那个 看点期刊嘛 学点英语 或者或者说 好歹你好说歹说 你先考个985大学 自己把这个硬式的东西学学好 别跑过来学大人 学哲学 你这个智力水准不够 你这个智力 我说的相当于玩三国 三国制 你要把握这个体系 你智力最起码75点以上 可以给一个小势力 当狗头军师 那个智力水准 你智力只有五六十的 甚至像那种垃圾武将 智力只有五六的 你妈的高中都毕业不了的 那种废物 你就不要待在这边了 赶紧滚 这个都是实事求是的 实事求是的 你不能出于这妈虚荣性 你根本听不懂东西 你还赖着死赖在这边 相当于一个 相当于一个 就是长得丑得要死的 非要跑到 那个 或者一个浑身都是坠落的 宅男 非要跑到 行男比赛现场去 把跟人家比肌肉 你有个屁肌肉 你其实把 养过喜座都做不起几个的 就不要跑过来丢脸了 对不对 我实事求是来讲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嘛 正如这个 设定性的和否定性的 活动性的方向 它是不能够从 活动性本身当中 区分出来的 所以同样的 这些方向呢 也不能相互区分出来 他们的方向 不能相互区分出来啊 how the self-strips at making this diction 那这个自身如何能够获得这种区分 will buy first the single out space and space 那么通过做出这种区分啊 他就可以singles out space as space 作为空间的空间 空间性就被设立出来了 啊 这里的single可以翻译成就是 single out 书里出应该可以翻译成 啊 真拔出 其实是真拔出啊 真拔 拣选出 它就可以拣选出作为空间的空间 以及作为时间的时间 把它拣选出来 把这两个东西给它分出来 啊 will be the subject of a later 啊 那么这是后面啊 这是我们后面要研究的一个 论题啊 这是先放着 先放着啊 一种设定性的空间和否定性的空间 它如何能够和这些 这里的应该是 这些方向性和活动性要区分出来 方向性和活动性区分出来啊 或者说活动的可能性和活动的现实性区分出来 那就空间啊 空间和时间就能够被梳理出来 那么我们在 但是这是后面要讨论问题 那么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now remains for us in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of two forces 那么在这里啊 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为我们剩下来的 我们我们现在要面对的 最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关于 这两种利的关系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事实上啊 对立的方向的活动性 怎么能够在一个 并且同一个这个主项当中啊 这个翻译成主体不太好 我说过这个东西翻译成主项啊 在同一个项里面 同一个主体的还还做 反正是不管了 同一个subject里面 他能够统一起来 那么两个利啊 他是 Immenating from different points 他从不同的点射出 他却能够啊 Immenating from different points 是 是不同的点吗 啊 不 不管了 那他这里 这里指的是 不管怎么办 按照他的文本来看吧 他以不同的方向啊 can work 从不同的点射出的两个利 可以也在不同的这个方向上起作用 施加 施加影响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 It is possible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It's easy to understand 但是你没有办法理解到 就是说 这两个利是从同一个点上出发的 却能够啊 在不同的方向上起作用 It is less easy to see this of two forces Emmenating Emmenating 这个词 Emmenate 是 Emmen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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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one simple point 这个点从同一个点上射出来 这个就很难 less easy 就 很难理解 就是 难以理解 没有那么容易 相比之下就 不那么容易去看到 去理解 this of two forces 看到他是怎么运作的啊 从一个点上 同一个点上冒出两个利 同时 以不同的方向起作用 那么如果 CACB啊 是 一些线 在这些线上面 或者在这些方向上 那个 设定性的利起作用 那么这种啊 否定性的利的将会 以一个对立的意义啊 起作用 也就是说啊 在这个ACBC的方向上起作用 就这个 就很简单 A B 这个是C啊 出去设定性的利起作用 回来否定性的利起作用 那么 假设现在呢 设定性的利呢 它是被 在A上面啊 是被限定的 在A上面得到的限定啊 设定性的利 the positive force 在A这个点上达到了一个极致啊 比如说这里它变成深了 或者在B点上变成光了 limited了 变成它的 就是它的那个限定啊 存在样态的一个限定了 呃 那么如果这个否定性的利啊 to operate at point A head first to traverse all the intermediate points between A C and A 所以这么一个回来的一个利啊 它要在这个A上面起作用 它要先穿过 它要先穿过 穿过C 它要穿过C和A之间的所有的环节 啊 所有的环节才能起作用 It would be absolute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expensive force for it would be acting in exactly the same direction 呃 as the letter 它就不会 它就不能够 它就是绝对不能够从 从这个扩和扩张性的利啊 区分出来啊 因为它将会变成就是以同样的方向 as the letter 和和这个C到A C A的这个方向那个利 一样的那种方式其作用啊 你们 you understand 你们理解了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 中心是这个C啊 它出去是这个A A这里你们说它的一个存在样态 比如说深 深这么一个样态啊 这么一个物理样态吧 啊 或者它的一个设定啊 它是limit就是深 好了 sund sund 它是扩张性的利 就相当于把自身变成深 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深的这个维度上受限定 这个时候这个self就是就是limited as a sound 或是说as a sound 不管了 limited as a sound 这个时候说ac回来 A和C是一个否定性的利回来 那我们知道ac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是看到一切环节嘛 你们这边是看到一切环节 相当于这个回来的否定性的这个利呢 它就是一个理智之官啊 无限之官 把每一个样态都确证 这个确证就是回到自身 那么 它要在这里面起作用 让它从a到c 那它就要看到c c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虚无的自身啊 虚无的一个自身 一个他妈的没有规定性的虚无的自身 纯粹的 纯粹的s嘛 它回到这个c 那你要看到a 就不底下看到 就是说你要看到a 看到这个身 你是要穿穿越 你就是要先要穿越ac之间所有的环节的 你要穿越ca之间的所有环节 你才能看到a啊 也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 这么一个回来的这个利 它为什么能回来 因为所谓的回来利 就是理智之官啊 就是官啊 回来的利 回来的那个利 就是观看 观看确证的 确证的自我 确证自我同一性啊 就通过看来 就相当于这个妈妈带小孩出去玩 总要看我小孩还在 这个就是回来的利 或者就相当于你这个 你这个老流亡在你妈的在干什么事 龌龊的事 什么叫回来 看一下 看到自己在做这个龌龊的事 反身自视 没什么神秘可言的 那你他要观看 从这个a出发看 那你是不是先要看到a啊 那你看到a 他有是有一个a的这个一个 a做一个生存的一个模态吧 存实存的一个模态 就是这个生的这么一个mode mode就是啊 type of being啊 就是存在的一种模态了 那要看到a 他就比如说 他本来这个看 是你妈的一个虚无的看 那要看到a 等于说他就是要经过 所有的环节才能看到 他不能凭空看到a 这个理智之官不能凭空 那么这个意义上就是 那你先要让这个 这个理智之官回来个力 抵达到a 那是不是先要先要经过 这个ca这个过程 你看到这个a 你说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这个就跟他无法区分啊 你要是个ac回来的东西 你就先是个ca 那就没有办法区分了 因为他实际上就是 acting exactly the same direction as the letter 你要看清楚这个a是个什么a 也是要从c到抵达a 所谓的理智观 要看清楚 其实这样相当于说 一个人做梦了 这个是用梦境 最好最好 或者说你被拐卖到 你被他妈的弄了迷药 或者说昏昏沉沉的 或喝醉酒了 忽然上了谁的床了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赤身裸体 裤装里面还有一滩湿的 这个时候你想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你回忆的这个过程 就要按图所记 对不对 或者抽丝剥茧 我昨天先是叫了个车 到达什么地方 什么什么 那这个方向 不就和你昨天干的那个事 那个方向是一个方向吗 你看上去在回反身自视 但还是从C到A 还是从你家门 你这个C就理解成是 你还是个清白状态 在家里面 没有玷污的一个状态 那么C到A 是你这个行动状态 对不对 那你现在反身自视 要回忆这整个过程 又是个C到A的过程 还不是个A到C的过程 A到C的过程是要回来 他们这个时候 这两种方向就没有办法区分了 这个例子很肮脏龌龊 但是为了让一些愚蠢的人 能够理解 用一些肮脏龌龊的例子 又怎么样 他们太蠢了 以至于 以至于 或者说这些人 不仅是蠢 而且是 我说的就是你们的 我觉得你们就是说 可能在这东西里面 投射了太多的玩意 没有把它看成 没有看到所有发生 这些事件背后的 那个鲜艳的架构 我之所以举这样的例子 是希望你们在 深陷这样的 就是烈度比较强的 生存论困境的时候 也能够去采 采用一些 基本的理智直观 线线观念论里面 这些基本的这种 看的这种模式 还有一线生机 那么由于这种 回来的力呢 它应该是 反过来的 对立于 以反方向运行的 设定性的力 所以 这个回归将能够保持住它 in fact hold of it will hold of the matter hold of 什么屌意思 持有它 就把握住它 应该是 这个返回的这个力 它应该是能把握住 这个positive force 那个把握住它 也就是说 it will act immediately 它会直接起作用 然后不需要 它 and the result traversing the individual points between C and A 它不需要经过 C和A的 那个环节 相当于说 如果你是个 洁生字号的人 你发现你自己 赤身裸体 在一个酒店 大房里面 昨天喝醉酒 头昏脑胀的 如果你有这么一种 回来的力 你立刻 你会立即 就是 要回到那个 清白的状态 你该报警报警 该拉黑 删好友 拉黑删好友 该保留证据 保留证据 你不需要再去 回想那个痛苦的一夜了 你越回想 那个痛苦的一夜 你越觉得 自己是他妈自愿的 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有这个例子 好了吧 够 够 够简明了吧 这他妈你都理解不了 那古得败了 所以这种 回来的力量 它是直接起作用的 直接在C点上 直接在A点上 直接起作用 它是appoint point A and set limit to the line A 它是直接起作用 它是对于你出去之后 糟糕状态 C到了A之后 直接起作用 那个回缩性的力是 直接做这里起作用的 直接在这里起作用的 然后是对于这条直线 是对于这个AC的这条射线 加一个约束 Lan A 就是相当于 做一个切线 滚一个老子回去 差不多这个意思 停住 因为你如果不让他停住了 那就不是酒店大房醒来的 下一步就是前卖生器做情妇了 或者做那个情夫了 或者说再下一步就是做的妈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管了啊 you understand 再下一步做公共情妇 或者公共情妇的 再下一步就是做什么 是性病传播嫌疑人了 妈的把子 就变成这种东西了 you understand 就是停给我停住 你要回去 那么这个回去的力量是直接施加在A点上的 直接施加在A点上 直接把他这个局面本身 就相当于说你这一瞬间 就是你的人生过得这么 过得这么挫 宿罪被人减失 酒店大房里面就醒来 宿罪被人减失 然后这个时候相当于 昨天的你已经死去了 今天醒来 那个你是另外一个玩家接手了 哇操 你这个号怎么练得这么挫 加点都加错的 这个任务 你都领了这个垃圾任务了 你这个状态 全都完错了 有另外一个天降的 另外一个意识 接控了你的这个账号 所以他直接从A点出发就行了 他不需要去回忆什么CA那种东西 你前面那些点加错了 就不管了 我将来有机会给你洗点洗掉吧 这样这个模型就懂了吗 我这种否定性的力量 直接在A上面起动 so while the expensive force acts only in continuous fashion the attractive or retarding force by construct will operate immediately or at a distance 所以这种扩张性的力量 它只会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起作用 而那种收缩性的 或者说那种回归性的那种力呢 将会反过来 它将会直接起作用 或者说在一个距离上起作用 它直接在这个A这个距离上 在这个点上施加这个力 起作用 回去 回家 或者说把你裤装洗干净 whatever 把你脑子弄干净 微信拉黑或者怎么样 把你那个什么某某那种乌烟瘴气 酒吧的什么路上券撕了 狐朋狗友删了 还有某些这个违禁品的购买的 那个渠道 本来举报了 自己去公安机关自首了 类似的 you know 洗心革面了 就立刻当下 不要这么中介 想我怎么一路走来了 你这样去回忆一下 看似午夜梦回 在自我忏悔 你妈妈妈只会越陷越深 越看越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道路 那你越陷越深 还有一种断裂 他这里谢灵道出个真理 否定性的力量施加的时候 一定会有断裂 并且是这种断裂 反而是这种断裂 使得它是直接的 断裂的并不意味着间接 断裂反而使得是直接的 断裂对于连续性的打断 对于中介性的打断 反而使它是直接的起作用的 断裂并不是跳跃 断裂也是一种降临 它不是跳跃 是降临 哪有什么东西跳上去 放你狗屁 是那东西降下来 是白嫖的一个 否定性降临的 不要抵抗这个降临 不要以一种虚假的跳跃 来抵抗这种降临 你跳再高 你妈 你顶不住这个东西 那么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forces will be determined as follows 所以这两个例子 他们相互关系将会 以下面的方式得到规定 规定如下 由于这个否定性的利 它是直接的施加在这么一个界线的点上 设限的 限制的点上 There will be nothing within that point save the expensive force 所以 没有东西 它里面没有东西 只有 这个点上没有东西 只有扩张性的利 就是在这个A点上没有东西 只有扩张性的利 在这个A点上和它 就是我们把它画成这样 这个A点上 这个C点上 AC它是一个扩张性的利 由于它是直接施加在这上面的 直接施加在这个上面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的时候 这个往C方向这个利 这么一个利 这个点上的时候 它遭遇到的就只有这么一个利 遭遇到的 就遭遇到的敌人 就是CA 就是我这个AC要干掉你这个CA 我把你顶回去 but beyond that point attractive force walking up 那么 越过了这个点 这么一个收缩性的利 它就会和这个扩张性的利 以一种对立的方式起作用 尽管是从来自于同一个来源 albeit from 这个albeit 这个怎么念啊 我老师这个词 我不会念啊 al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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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英语会隆许 这么难听的单词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al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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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难听 al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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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吗难听了 albeit from the same source will necessarily extend to its operation at infinitum 就直到无限 就是说在这个点上 这个点上 这个点上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那个力 只有那么一个力 然后超出这个点上的时候 它就会和 和这个 尽管它是来自于同一个来源 albeit from the same source 尽管它来自于同一个来源 都来自于这个点A 都来自于点A will necessarily extend its operation 它就会必然的要把它的这个操作 把它的这个影响施加到无限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那你到底你妈的你那个CA这个力 它是它的施加点是 是C呢 还是A呢 你这样搞起来 你谢霖你不是在放屁吗 你弄得好像这个CA这个力 这个力是 C是施力点 A是它的方向 你又说在这个A点上 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A 只有CA这个力 然后和这个AC这个力 谢霖在这里赖皮 你知道吗 就这个体系在这里是挺粗陋的 那么由于这个力呢 回来的这个力 收缩性的这个力 它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起作用的 直接起作用的 直接行动的一个力 所以呢 这么个距离啊 is non-existent for it 对于它来说是不存在 that distant is non-existent for it it must be thought of as acting far and wide and such as infinite 对于它来说 这个距离并不是一个实存的一个距离 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距离 并不是说它是一个要 要穿越这些东西啊 抵达这个C的一个距离 也就是说实际上 实际上啊 这个距离 它是直接启动 它是你相当于说 我们画一个平面啊 画一个平面啊 它是 然后这个平面上啊 这个A 这个C 这个A返回C的那个力 不是到这里来 而是到下面去 你可以理解 就是说就是到到 到这个 就是说 你翻篮醒悟只要一瞬间 不需要经过什么中介可言的 就这么个意思啊 翻篮醒悟只要一瞬间 它是直接起作用的 对于它来说 这个distance是不存在的 你甚至可以说这个distance 就是 怎么说呢 它是直接启动 你可以说就是 这个distance 就是一个 对于它来说 distance不存在 就是这里的这个 你考虑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不存在 就是说 就卡在A点上了 卡在A点上 这个力啊 收缩力使得 这两个东西卡在A点上 卡在A点上 就不存在距离了嘛 它就是一直卡住嘛 一直顶着你 不让你回去 不是 一直顶着你 不让你再越雷池一步 这个意义上 卡在这个A点上 那么这个力 那就是说 它没有距离可言 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它回到这个C 回到这个C点 这个C点 立刻就在A点旁边 就是说 它所谓的回到C点 并不是说 穿过AC当中的中介 回到C点 而是直接回到个虚无 直接回到个虚无 回到个纯直观状态 纯直观状态 这个东西 先验观状态 也能够理解 什么叫 在这个事态上 就是我不需要经历 你的先验演绎 或者说这么一个本体论 发声学机制 卧槽 这么一个就是 那个 里面这个C C是虚无 它怎么到达这个A 比如说是声光电 比如说电的这个环节 你怎么到 我不需要回去 再演力一遍 我直接就白瞟一个 纯粹虚无的 它是个直接回到 直接回到C点 它这个C点当上面 它这种 理智之观的这种 反射性的 或者是回到自身的 这种反身自视的力量 它是一瞬间 反身自视 它不是说要穿越那些 那些环节 它不是穿越那些环节 它就直接回到一个 纯粹主体性 纯粹否定 就是 就是一下子空了 一下子虚了 明白 就相当于 我再举个例子 还是之前那个例子 你 就是 一下子就对于 整个这个人生 持一个否定 否定姿态了 就相当于是 你妈的 你是个做小三的 哪天就是 被你那个金主 给 给那个什么 抛弃了 或者什么样 给利用了 那沦为公共情妇 或者公共情妇了 那怎么样 一觉醒来 后悔不已 你开始反思了 好了 反思你就拉开距离吧 拉开所谓的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 对于你来说 并不是实存的一个距离 你只拉开了一个距离 is non-existent for it 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拉开这个距离 是说 你一下子 对于整个人生 持一个否定姿态 大致可以这样明白 但是就是一个 荒凉 悲凉 七创的一种状态 但是又不是说 你要就是 把他送你的名牌包包 都还回去 把他 和他的狐朋狗友 在你身上 所感传染的那些 什么HPV病毒 狐狸拔的一个个在什么 让他再飞回去 不是这样的 只是说你一下子就是 不是说让这些环节倒流 不是这样的 只不过这是 要把脱下的衣服 一件件穿回去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要 一下子对于这整个 就是没衣服可穿的 这么状态 持一个否定姿态 就这么 但这种否定 就是个确证 就是说这是被我看到的 我看到他 我把握到他了 像有个写 就是我并不再盲目的沉溺于其中 我对他有一个 有一个观看 有个把握 哪怕这个把握是创伤的 赤裸裸的悲惨的 可耻的 肮脏泥泞的 whatever whatever 至少你看到你把握 这个叫回来啊 所以他这是个直接的回来 这个直接性的把握 谢霖在这里讲的 其实也是语言不详 你看就两句话实际上这是值得讨论 they must be thought of as acting far and wide and sus at infinitum 你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 它是远又远又宽的起作用的 far and wide 在遥远的地方 然后在一个比较wide的 这里的wide是什么意思呢 你又没有说对不对 你又没有说 起作用 and sus at infinitum 因此他是一个到达无限的 你就说他是一个 白嫖的一个否定性嘛 就这么简单 我这样就far and wide 你就可以理解成 就是他可以far 你哪怕走得再远 就是成为那种什么 就是什么 邓文迪那种人 whatever 或者说成为成为 反正很凄惨那种人吧 或者是成为这个什么 阿飞的老婆 也是这个什么 小李飞刀的老婆 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女的 或者说成为什么 一个什么 那个什么 什么马龙的情夫 那种人 你可以很远 但很远可以起作用 也可以很起作用 无论这后面 跑多远都可以起作用 然后wide 无论是哪种 他都可以起作用 我大致猜这么个意思吧 不管了吧 所以他是一个无限的一种 回溯性的一种力量 回来的力量 他就是看一下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forces It's just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ctivities in abstraction from production 所以这两种力量的关系 因此呢 现在是等同于 抽离于 in abstraction from production 或者说在 对于这个生产活动本身的抽象的 里面的那个 课题性和主题性的 两种活动性 抽象了 在在我们从那个生产当中 从这个生产活动当中抽象出来 它会有一种 课题性的和主题性的 两种活动性 这个两种活动性的关系 就等同于这个 两种力的关系 就是 obstruction from production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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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比较前面的环节 在这个生产之前呢 这个obstruction from 玩也不管了 反正它就 这个 这两种力的关系 等于之前 我们讨论的 主体和客体的 两种活动性的 那个标准模型 那个标准模型 不是也是被说成中 一个往外面跑 一个往里面收 它相当于是 它相当于所有生产 生产性直观的 它里面的 主客体 活动性的 一个标准模型了 这么意思 just as activity paint within the boundary paint就是折一的 压在上面的 就是折压在上面 paint paint是一个 another type of paint up 这个词的 这个词的 这个词根 这个词也是个 是非常文 文的一个词啊 压抑啊 抑郁 思维抑郁啊 英文单词 主要做形容动词 形容词paint 这个词不是一个 常见的词 哦 它是paint的过去式啊 paint的过去式 paint paint paint就是圈住 paint当然有 有这个刚笔的意思 笔的意思了 但是paint 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把圈住 限制住 那么这里就是 限制在 圈在 圈在 圈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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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圈起来 圈在它的那个 界限内部的活动性 and that which reaches to infinity bundit 以及 那么一个活动性呢 它是在这个界限内部的 paint within the boundary 还有一个活动性 它是要抵达无限的 要超这个界限的 它们只是生产性的直观的不同的要素 so also it is with repulsive 然后这么一个 压抑性的 和这么一个 这个 repulsive repulsive就是 碰 碰 碰 就是往外面去冲击的 repulsive不是压力啊 repulsive就是往外面冲 要冲破这个东西 repulse 排斥可以翻译成 赤力啊 赤力 赤力和引力啊 这里就翻译成 赤力和引力比较好 就同样就是 赤力和引力之间的关系 也是一样的 就黑格尔在讨论 呃 逻辑学里面的环节 也一起玩用 这个赤力和引力的关系 他讨论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 定量啊 在那个量 这时候 他也会讨论到 这个赤力和引力 这个模型都通用 前眼观点论 通用这个模型 那么这个赤力 就是往外面 往外面扩张的力量 而这个引力呢 就是往回收缩的一个力量 of which one is pent 啊 这两种力呢 其中一个就被 限定在那个 limiting point limiting point 就是那个A那个点 A那个点上 A这个点上就是 limiting point 施加界限的 那么具体界限 是声光电 时间空间 有机无机 我的具体哪个limit 不知道啊 啊 而另外一个例呢 它是要走向无线的 走向无线的 although the common boundary between then is a boundary for the latter only in relation to the former 那么尽管呢 他们的共同边界 两者之间的共同边界 是这么一个边界 对于后者 对于前者呢 它仅仅是 它是这么一个边界 就是说他们只是一个 只是对于他们的相互关系当中 一个和另外一个的相互关系而言 才有这么一个边界 才有这么一个边界 尽管这个他们的共同边界 只是他们的相互关系的一个表达 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什么真正印象的这么一个边界 你可以理解 就是说 C到A这个点 你说有这个边界可言 只不过是因为这上面它有回来的力量 其实它会进一步到什么A撇 到A撇 A撇撇 它会进一步在往外面去 只不过它会说有这个边界 只不过在这个边界上 这有个回来的力量 这个边界 这里又有个回来的力量 我说有个边界 只是在他们这个回来的力量 和出力的力量之间有个相互关系 只是关联于一种力 关联于另一种力的关系当中 才有这个边界可言 然后所以它会在这个深的样态上 持留一段时间 在这个光的样态上持留一段时间 在这个电的样态上持留一段时间 You know 就这么一个意思 They are divided by common boundary 他们是被他们的公共边界所分割开来的 当然分割开来的 一个还继续往外面跑 一个是回去了 which is absolutely contingent to both 然后它是绝对的 这么一个边界呢 他们的公共边界是对他们来说 对两种力而言都是绝对偶然的 就他说的是绝对偶然的 对两种力而言都是绝对偶然的 这个C要出去 C要出去 在A这里 你可以在A这边 APA 每一个都会有回来的力 每一个都会有回来的力 你选哪个点都可以说 有一种力要出去 一种力要回来 所以这个边界是绝对偶然的 每一个点都会有 因为这个C是 是self consciousness 是神的自身意识 它创造整个世界宇宙出来的 所以它每 所以说它会穿到无限 从最基本的那个 声光电 时间空间 什么力 物质 什么物理现象 穿到无限 穿到无限 最后变成就是人人都成神 人人都是佛的 这个他妈的 现言观念论的极限状态 它穿到无限 所以你任选一点 上面都会说 这里有个边界 这个边界会有个CA的力 也会有个回来的力 会有个出去力 也会有个回来的力 and are merely the factor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tter 然后这两种力道仅仅是物质的 它的一个构造的要素 not the constructive principle itself 它们并不是这个构造的原理本身 它并不是一个构造性的原理 constructive principle itself 它只是这两个东西 它们这个力 两个东西在这个 比如说在这个点上 形成了一个军事 它就把这个物质 某种物质 比如说生 生的现象 那也可以说这种 就是那种 比较稳固的直观形式 就像他妈物质 外部的直观形式 稳固的外在直观形式 物质 生 这里就是把一个什么 泥土无机制 无机物 无机物 无机物就稳固在这上面 但是这两种力 只是让这个无机物 可以在这个点上 形成一个军事的一个 两个力量 形成一个军事 两个力量而已 它并不是 让这个军事 以你哪种样态形成的 因为无机物 它肯定有 它的复杂的规定性 肯定比较繁复的一些 它的那些 它的存在样态 有相互关系 但这个东西不是由 这个这两个力 来构造的 不是由这两个力来构造出来的 它设计图不靠这两个力 但是它的那个 燃料 或者说它的那个 持存的一些 就是冷却液 它的燃料和冷却剂 靠这个 不能让它烧起来 烧掉嘛 所以要有冷却剂 冷却剂回来这个力 还有个燃料 要让它烧起来 要让它发光发热 要让它显现 它们回来那个力是显现的 回来那个是显现的 the constructive principle can only be a certain force 所以那种构造性的原理 只能是个第三个力 which synthesizes both 这个第三个力 它就把这两个力 都给它综合起来的 并且 corresponds to the synthetic activity of the self-intuition 并且它就是和直观中的 自身的那个综合性的活动 相对应 就是第三个活动 就是 你可以看成就是说 就是它的构造性的原则 c出去 它这个能够跑出去 然后能够又画一个边界线 说的回来啊 跟它发生关系 就是被它看到 被它把握到 能让它稳固的持存 这个回来的这个是让它稳固的持存的 出去这个力 是让它能够外显的 外显的光是 就是能够让它突破界线 能够发生出来 你光是外显不持存 那就不是拉屎吧 你不是不是转瞬即逝 像放烟花一样吧 那你这个事物也没有某种的 就是稳固性啊 也没有稳固性 稳固性就意味着 它又不停地维持自身 不停地维持自身 怎么确证 不停地被看到 我昨天看一眼是这样 今天又看一眼又是这样 哎我确证 它比较稳固的啊 稳固性通过看来来维持 反身自视啊 为什么叫自视 因为这个自视就是看到的 把这个东西本身作为自身来看到 反身自视 并且看到这个对于这个东西本身的设定过程 这里用的是都是上帝的神的事 但是他也是事 这里用的这个是啊 这里用的这个看都是神的看 理智之观 你们说你先验哲学家可以想象理智之观 我脑子里面想一个 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真的把它想出来了 I can do that but partially restrictedly restrictedly 我这部分的有限呢 我可以这样想象 我当然可以想象我有离智之观 你难道没有在脑子里面幻想出某种你的 我现在就可以想象我射了一只剑 然后那个剑飞出去了 我通过看我就把它看出来了呀 所以这个东西你们看不到而已 它不具有主体坚信啊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把它稳固的尺寸在那边 I can do that you can imagine that if you lose that ability of imagine of imagination you are doomed to be 你就注定要成为的吗 学乏资本家或者官僚的奴隶啊 我再强调一遍 我希望你们就是说 哲学 谢灵哲学是以它的绝对自由主义作为前提的 那么这个绝对自由主义不是一个虚弹的绝对自由主义 是有它的根基的啊 是有它的根据的 根据就是直观啊 或者就是自身啊 反思性啊 鲜艳性啊 那么说 鲜艳性就是有transcendental transcendent 超越到上面去 超越到上面去 观察者视角啊 transcendental transcendent就是 transcend的是什么上升呀 transcendental的话就是要 其实就上升性的 但是它这个上升是上升到一个看 上升到一个看 啊 而不是上升到某种 哇塞 私信啊 就不是美 不是美国的那种超艳主义运动里面那种什么很蛇皮 low逼的那种东西 不是那种东西 它是个非常精致的 非常精致的 它是每个人都可以白嫖的 每个人都可以白嫖 但每个受过比较精致的 古典教育的啊 经典教育 经典哲学教育的人 没办法呢 然后就说第三种力啊 only by means of the third synthetics 只有通过这种第三种综合性的活动性呢 那这才会变得可理解啊 就是为什么这两种活动性 它作为绝对 对立于彼此的 可以啊 在一个 并且同一个 自身向等同的 等同的一个啊 一个subject当中 一个主体当中啊 被设立啊 同一个这个subject 就是同一个相等的 那么一个环节了 这个就是主项 或者说一个主词当中被设立啊 the force corresponding bonding to this activity is the object will in the object will such be that whereby these two absolute opposite forces are posited in one and the same identical subject 这么一种力对应于这么一种活动的这种力啊 对在这个 在这个对象中啊 对于这么活动的这种种力将因此呢 就会是这样一种力 通过这种力 这一些这两个绝对对立的力 就可以在一个 就是又重新废话一下了 就又重新废话一下 在一个不同一个等同的主词当中啊 被设立出来 就是这个力啊 他对应的那个 他就对应那个 就会有一个力 第三个力 对应那个第三个活动性啊 对应那个自身的直观当中的 那个综合的活动性啊 来把这两个对立的力 给他统一起来 给他调和起来 那么康德在他的啊 自然科学的 或者自然学科了 翻译成自然科学的 第一原理啊 行二上学第一原理当中 他讨论了啊 收缩引力啊 收缩 它是一个 pervasive force 弥漫性的一个力啊 pervasive 无孔不入的 蔓延的一个力啊 pervasive 弥漫性的力 but this he does only because he already takes attraction to be a gravitation 他会这样做的原因呢 他这样做 this he does 是因为 他已经把 这个吸引力 当成是引力了 所以并不是在 他的纯粹意义上的 也就是说康德把握的这个 attraction的这个力啊 是物理学上的力了 就是康德那个思维 他是自然哲学的那个思维 不够纯粹 他没有把这个 gravitation呢 里面所包含的那个什么 空间性啊 物理关系啊 运动啊 运动的可计量性啊 量化关系啊 他没有把这些环节给他抽象掉 所以康德这 在他思 他思考的这个 gravitation 他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attraction 不是做一个本体论 发生学机制的attraction 而是作为 一个物理学现象的gravitation 然后他把这两个东西做类比 所以他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 这个时候的康德的思想 只是隐喻的文学的意义上 进行的运辞 并不是精确的啊 彻底的鲜艳 鲜艳的一个 演绎 so that he only requires two fo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tter 所以呢 康德呢 他只需要 两种 但是尽管如此 但是这一招还管用嘛 就这么意思 还管用啊 康德只需要两种力 来构造物质啊 而我们会 需要三种力 我们需要三种力啊 We deduce three of them to be necessary 我们需要三种力啊 你就 就是说 向外的给他 什么什么音啊 向外的那个力量 给他动力音 回来的力量 给他什么 目的音 然后第三种力 可以说给他形式音啊 可以给他形式音 回来的力量 是给他质量音啊 回来 回来力量是给他质量音 质量音 我说错了 回来收缩的力量 是给他质量音 收缩力量 持存的力量 给他质量音啊 然后那个 那个力量 是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形式音和目的音 啊 那个第三个 the third 如果我们用四音说 来把握的话 attraction in the pure sense 那么在纯粹意义上的 这个收缩啊 吸引啊 consider的啊 怎么考虑它啊 that is 把它做一个什么 把它作为这个 构造过程当中的 仅仅一个要素来考虑它 它包含了一个力 这个力呢 会直接的啊 以一个距离施加啊 啊 但是说 at a distance 是个超距的一个力 这个力是个超距的一个力啊 but not a pervasive force 它并不是一个弥漫性的 弥散那个力啊 since where there is nothing there is nothing to pervade 因为那个时候 还没有东西可验 你没有东西可以弥漫它啊 没有以太呀 没有东西可验 那个时候还什么都没有啊 那个时候还什么都没有啊 这个本体论发生学的时候 这个时候生产性直观 神通过生产性直观 你要说啊 哦 那个时候连东西都没有把它直观出来的 迪巴的就说这个力是个弥漫性的力 它弥漫在哪里啊 没有物质载体的弥漫啊 对不对 那么it first quires the property of pervasiveness on being appropriated into gravitation 那那什么时候需要 获得这么有弥漫性的这个属性的呢 啊 只有当它已经聚生化变成啊 这个重力的时候 它才需要这个属性 弥漫性的这个属性 你还没有变成重力的时候 你不需要这个pervasive 就是弥漫性 就是无处不在啊 空间里面 每个点都可以说有啊 每每个过程 每个瞬间 这个重力的这种啊 本身是不等同于这么一个attraction的 尽管啊 attraction啊 尽管吸引啊 他is necessary included 这里尽管这个attraction 本体论上的这个一个环节 本体论上这个机制 attraction肯定是在包含在盈利啊 包含在这个重力里面的 但是重力是很后面的东西了 nor is gravitation a simple force 然后这个重力呢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力啊 正如这个attraction啊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啊 不是不是说错了啊 as他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力 正如这个attraction 这种吸引啊 本体论上这种吸引 是一个简单的力啊 就是说你要知道 谢灵或者黑格尔 在讨论力的时候 我们讨论的力不是物理力啊 我们讨论的力是本体论机制啊 是本体的发生学机制 we are talking about ontological机制 what are mechanism啊 ontological forces 我们是说的讨论是本体论上的力 不是物理学意上的力 你物理学家不是自诩 是头脑聪明的人吗 为什么你的抽象能力这么差呢 不把你那些物理学 臭骨脚布先那么撕掉 把你脚洗洗干净再进来的 了解吗 啊学习哲学不要 你的妈呢 就是初中 初中那个憋脚 你那只会牛顿力学 那种物理老师 交给你的三板斧 你现在还当个传扎宝 塞在这个怀里面 舍不得把那个臭膜膜 给扔掉了吗 对啊 我在这话是说给一些理工科的 也笨人听的啊 你们脑子里面那种 初中 初中老师 高中老师 大学一些烂教材啊 一些 里面的那些物理学里面的 所预设的一些自然哲学的偏见 你还把它当成千秋万代的 千秋万代山珍海味的吗 一张什么券放在口袋里面 舍不得扔呢 都烂了 都臭了 啊 该把它扔掉了 在这里我们讨论这个力啊 是形而上学的 发生学的那个力 是形而上学发生学的力啊 是本体论的意义上的力啊 并不是 并不是这个物理意义上的力啊 物理这个维度是很后面的 物理这个 这physics这个东西是很后面的 无机 就是纯机械性的 然后在后面 在慢慢慢慢 就物理的各个层面 在演化出来 它是有次第的 你并没有你想象那么原初 你是很后面的 你是这个小姑娘 已经是出 就是后面干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事了 已经不是很纯洁的了 啊 现眼哲学 它的自诩是从有很纯洁的 还是一个 收精卵的层面开始的 你不要就是直接把这个 说这个收精卵 就已经是 这个精子和卵子 在发生性行为了 那不是的 你不要拿你一个 已经很在后面的黄花 黄花大规律 或者说一个是什么 黄脸婆的 那么一个心态 来描述这个收精卵的 这个一个 一个 一个原始维度 不要这样 不应该这样 太蠢了 太笨了 你怎么这么笨呢 是吧 我这么 你现在就大致要感觉到 为什么就是说 我经常喜欢说 怎么这么笨呢 为什么就拿着这些 臭胡椒布不放啊 对不对 啊 了解吗 我们没有在说 很后面的东西 我们 而且我们作为哲学家 是很清楚的 知道你后面的东西 也是从这前面 慢慢演化出来的 和你们这些学自然科学的 或者说 或者说 只是会应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笨人 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会反思 所有这概念的发生学机制 这个吸引啊 这是非常纯粹的啊 是个简单的一个例 but as we emerge from our deduction compulsive force 但是呢 这个例呢 我们就会 这个attraction啊 它是个简单例 但是啊 它会 哦 不不不不 这个说 还是说的是gravitation 这gravitation呢 就就正如我们将会演绎的啊 从我们 我们的演绎当中 会涌现出来 它会涌现出来 它是作为一个compulsive force啊 一个组合的这个理啊 gravitation是compulsive 是个复杂的理 而这个 是个复合力的 而这attraction 它是个简单例 它是个简单例啊 这个gravitation 它会在后面的环节里面出现 那出来的时候 它是个啊 它是个比较挫的一个东西啊 比较挫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 这个attraction啊 我们现象学喜欢说的 现象学或者说海德格尔存在论里面 喜欢把它也把它叫重力 由于海德格尔不承认回 回到自身啊 海德格尔不承认回到自身 海德格尔会承认是回到大地 它这个重力也是往下的 往下掉的 you understand啊 海德格尔也会说重力啊 gravitation 但是它那个引力 它是往下面掉的 到五里面呢 消散掉的 而不是回到自身 就自身没有那么屌 自身会 自身的无意识占上风 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gravitation这个东西 在海德格尔的一些文本里面 也是被做实的 或者有些现象学家 你会看到法国哲学里面 一些文本讨论的时候 也会讨论到gravitation 那个时候你要注意到 我们讨论这个gravitation 是一个类似于这里的attraction的 但是它不是回到自身的 回到纯直观里面去的 它是回到什么 回到无里面去的 它是一个生存论里面的辨证法结构 生存论所用到的一个本体论结构 那个gravitation也不等同于物理学里面 讨论的gravitation you understand 那个东西也可以让事物变得有重量 那个东西也是个收缩性的 半收缩性的力量 那东西也半收缩性的力量 它也可以让这个事物可以持存 在时间上持存 它也可以让事物在时间中持存 就不是在时间中持存 甚至在时间中这种表述也不对 就是它可以相对夺利于 就是是要回来 但是回来就是让它稳固 让它稳固 不让它跑远 让它就是具有一定的可认识性 whatever this kind of thing 你就不管了 反正我们还回到现在的文本 我们继续看这个 然后这个基本上就讲完了 with gravitation 那么the truly productive and creative force the construction of matter is first completed 那么随着这个重力的gravitation 那个真正的 真正的这种生产性的 它是一个真正的生产性的 创造性的一个力量 the construction of matter is first completed 好了吧 其实还是这个 我相信它对于重力的讨论 是肯定有谢灵鲜艳观念论体系的 这个影子在里面的 但是它的那个重力是有另外一层含印了 我们继续看吧 那个这个物质的随着就是 就是抵达了gravitation 然后这个gravitation 它是个真正的生产性的创造性的一个力 它使得这个物质的这个构造的变 变第一次被完成 and it now merely remains for us to draw the main conclusion from this construction 然后这个现在呢仅仅啊 就是要让我们剩下的一个问题啊 对于我们来说剩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要把这 呃 要从这一构造当中啊 要得出一些主要的一些结论出来 得出一些结论 主要结论出来 把它们摆出来 把它们摆出来 那么谢灵在这里也没有详细的演绎 这个gravitation是怎么来的 gravitation怎么来的 然后他也没有把那个第三种力 就命名为gravitation啊 他没有把第三种力就命名为这个重力 没有啊 这个模型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把它加加加维度啊 加维度 你就是就是往下坠嘛 就不要不是回到这个C了 不是回到这个C 我把它往下坠往下坠 每个每个往下